她是中国目前唯一的世界格斗冠军 她被拳迷誉为铁拳女王 她就是来自山东的姑娘雄敬男 今天回顾她在昆仑爵的一场比赛 她的对手正是这位来自 俄罗斯的格斗女将玛丽娜洛娃 30岁的玛丽娜曾获得国际MMA锦标赛冠军 俄罗斯泰拳锦标赛级军 大赛经验丰富 出手果敢 尤其以诡异娴贤熟的地面技称霸拳坛 令人猝不及防 比赛开始后 双方都在相互试探 玛丽娜率先一记正登进攻 被雄敬男一记扫踢 打了个亮枪 紧接着雄敬男冲向对手 使出连续的组合拳杂击 打得对手毫无还手之力 此时被中创的玛丽娜 只能无奈地靠在围绳上进行抱头防护 玛丽娜抓住机会上去直接 用手臂夹住雄敬男的头部 又快又狠 在两人纠缠过程中 雄敬男抱住对手单腿 直接将其压倒在地 雄敬男占据了上位的优势 在下位的玛丽娜用手臂抱住对手的头部 牢牢地抱住头部丝毫不想放手 防止进行地面砸拳 这样的话他没有空间去击挡他 哦 已经转过去了 看这个雄敬男能不能把头拿出来 成为一个拿背的姿势 突然顽强的雄敬男 成功地从三角锁中挣脱出来 顺势拿到了对手的后背位置 雄敬男连续施展地面锤击 打得对手毫无招架之力 可能如果没有反击动作的话 比赛也可能会被裁判惊起的 再连续砸了十几拳过后 此时的俄国女王无法从中逃脱 突然雄敬男一技转身 再次使出狂猛无解的重拳 随后又拿到后背位置 打得对手用双手护头 在擂台上的执法裁判 见对手大势已去 果断地终止了比赛 雄敬男 这个空将铁拳 失去了这种反击的能力 天天的消极来打的时候 才会为了保护一种人的政治比赛 雄敬男空将铁拳 虽然这是雄敬男 在轮厥的第六场比赛 可是她向全世界展示了 自身全面的恐怖实力 其实作为一名格斗界的女运动员 要比他人承受更多的压力 为中国女将点赞 关注我 了解更多精彩格斗